歐勒 閃爵 我是AV大熊 March貝爾 今天呢 要跟大家說一個背包就是 大熊的電王腰帶 死掉了 不過呢 就是因為他死掉了 所以 就有機會買了 這一組 這一組呢 是買之前的那個 死亡的腰帶的時候拿到的 三百元禮券 然後再加上他活動期間內又有 八折 所以折扣下來呢 也是超級便宜 而且不小心在裡面折扣下來後不到兩千塊 可是又抽到兩千塊呢 又拿到兩張禮券喔 這個武器呢 都還活著 然後還有這個也都還活著 今天要來試試看說 他這個復刻的 二十週年腰帶有沒有辦法跟這些東西再搭配上 如果不行的話就真的很可惜 不過至少 腰帶還是回到手中了 因為 電王畢竟是大熊的 入坑最喜歡的一個假面 從之前到現在一直都是在心目中排名第一的 其他的假面呢 再整個喜歡 他還是會在我心中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位置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裡面 到底長怎樣吧 順便來做一下比較外觀啦 因為他已經發不出聲音了 他好可憐 我們來拆開他 來囉 大熊準備要把它拆開囉 讓你們先看裡面到底要什麼東西 卡片 這個好像是以前舊的好像沒有的卡片 這個 不是長的一模一樣嗎 應該那些配件一樣可以配得上 重要的車票夾 舊化的褪色以外好像根本完全沒有差的感覺 一樣啦 你看舊的也是可以裝上去的 車票夾 這次好像附的卡片比較特殊 好像比較多耶 他有一般的 沒有 沒有一模神的 他們四張四位的一模神卡片 好像有點暗 四張一模神的卡片 而且全部亮卡耶 好有FU喔 H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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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基本他的聲音大概就是這樣 要來試試看他的這個 還能不能夠 裝在一起 應該是可以啦 如果剛剛他那個Size都是一樣的 H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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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可以耶 H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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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他所有東西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真的就是 馬上附刻重來而已 因為他連舊的這一片也是一樣的 完全一樣 OK 今天大雄呢 基本上 這東西呢也沒什麼特別好介紹啦 因為電王就這個樣子嘛 可惜他壞掉不然就不用再重新再買再花一次錢了 你也是電王的粉絲嗎? 那如果是的話 我真的覺得20週年可以買 趁現在把舊的玩具充滿一次 要不然 應該 這個東西 買二手的 像阿軒當初幫我買的時候狀態很好 可是 畢竟年代有了 所以他一定會有多多少少有損傷 或者是可能就是 狀況不太好 就是這樣像大雄這樣衰死他就是 OK 那今天大雄的電王腰帶呢 就開箱到這邊 那喜歡大雄請幫大雄 訂閱按讚還有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見啦 白迷